同一個會形 有沒有設計差多遠 我們來看看 349 呎的一項 好痛脆 這個是下飯廳 但放了這麼多櫃 吃飯的地方 沙發的地方又放在哪裡呢 活動的空間又在哪裡呢 現在家屋的情況就好像 新手機的電腦 買了東西 放在家裡 很具混亂 有鎖機就做飯廳 很硬 他就堆滿了這雜物 設計上有一點點 看不到頭腦 整個設計真的要重新撿過 既要有空間留給新生嬰兒 又要補拿合飯廳 主人房就很好 主人浴室也不錯 有窗 浴室其實好奇麗 基本上網什麼呢 加上主人網夠大 基本上櫃 書蓋 有床 床外放在我們中間 還有很多 球窗會做書桌 就是這間要再設計 是很同趣的 但是都要生活的嘛 我們再看一間由設計師 操刀的同一個戶型 有設計和沒有設計 分別真的差很遠 他多間住了一間房 將他打造為一個小朋友的秘密基地 再進去就是一個主人房 浴室也是原裝的 有窗 沒有什麼改動 主人房的佈置上也是一樣 唯一改了就是小朋友的空間 即是選了他和他不選 很大分別 兩種方式 你們又喜歡誰 或者有沒有其他想法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是Louis 下次再見 拜拜